嗨大家好我是Da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ny 你們可以從開頭看到說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 我在大創買的東西 然後你們都知道說 我們最近搬了新家 所以我的一些產品的收納什麼的 全部都要重新整理 然後你們還記得說 上一支彩妝收納呢 我有拍一支影片 會把影片放在這邊 你們可以點開來看 那時候床底下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我運用 但是我們搬到的新家 我的床是直接放在地上的 然後就已經少掉了 就從底下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次呢 我的彩妝全部都要重新整理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說 後面也有一些產品啊什麼 都會放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Anyways 廢話很多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很多都是居駕小物啊 收納還有一些就是 小東西 然後相信你們應該很多人 都會很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加買了一個白板 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很喜歡它 它是一個木頭的邊框 然後呢我們上面寫 Merry Christmas 因為你知道 現在還是聖誕節 可是你們看這支影片的時候 聖誕節 應該已經過了 我們想說在就是 家裡的大門口 可以留一個白板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寫一些 就是小小的留言板啊 或者可以在上面就是 登記說什麼 今天你幾點回家啊 或者是說你哪一天 就是預計要帶什麼朋友回家啊 之類的 反正我們就買了一個 多功能的小白板 然後就是可以貼在門口 讓大家自己互相留言 另外呢我還買了就是 跟它搭配的白板筆 然後呢它上面是有磁鐵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叫什麼 插布這樣子 可以把它擦乾淨 然後呢它剛好是雙色的 然後又有磁鐵 所以可以黏在這個板板上面 再來呢我們的沙發呢 是有點類似 就是藤椅的那種造型 它上面的那個座墊 已經非常非常老舊了 於是呢 我們就決定要幫它 換一套新的座墊 那時候我們就在大串 看到這個 這個是條紋型的座墊 然後它後面是屬於 這個叫什麼 摸起來很像布織布 但是其實是布料的這種材質 然後這個很便宜 這個就是沒有標價錢 所以就是49塊錢的 我們買了總共5張 然後剛好就是鋪滿我們的 所有沙發的座墊 然後這個條紋 剛好跟我們整個客廳的主題 非常非常的符合 然後很可愛 就是全部鋪完之後 真的覺得說 客廳就是完整的感覺 再來呢 我買最多最多的就是 Shona 這一次呢我的彩妝 終於有抽屜 有夾皮住在裡面了 但是呢 它抽屜裡面完全沒有隔間 所以我就是幫他們買了 各式各樣的隔間 這個是一個長條型的 整個 那長條型的產品都很適合放在這裡面 然後這一個大小 我至少要買了兩個吧 再來呢我也買了這個 這個是六格的 這個是有六個間隔的 一個大的 Sona 那這個Sona呢 我其實是想要拿來放刷具的 因為我的刷具就是 我想要就是 稍微有一點點的分分別類的放下 然後我現在的那個刷具 因為杯子已經整個爆炸滿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看 適不適合拿來放刷具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可能就是拿來也是 放唇膏啊 還是可以立在裡面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整齊 再來呢我買了另外一個 這個是深一點的 然後這個呢 我是想要拿來放粉底液 因為粉底液啊什麼的 稍微有一點高度 然後你又希望他們就是 排排站好 就是它看起來比 就是幾十塊錢還要貴很多 就是你都知道 說你知道無印良品 也有買很多類似的Sona 可是 就是很貴 所以你如果想要找一個便宜 然後質感我覺得還不錯的 呃 Sona的話 我真的覺得大創是首選 它有好多好多選擇 而且大創有很多顏色 圖案 比較有那種公主 那種花 花案的啊 它也有比較 就是工業感的 就是什麼樣子的東西都有 但是因為我的房間 是想要走一個 就是白色的風格 所以就挑到像這樣子 比較無聊的 這種霧面般透明的 收納盒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很無聊 這個是很簡單的那種 書檔 書架 然後它是鐵的 然後是有一點 帶灰色的白色 然後因為我們 就是客廳下有放雜質架 然後我們的雜質 就是目前就是 只是 靠著 就是岌岌可危 好像快要倒的樣子 所以我就趕快去挑了 這個 好再來這個很棒的 這個是鏡子 然後你都知道說 房間一定一定要有很多鏡子 它是一個白色的鏡子 OMG啊 就是可以看到我房間像 有多亂 後面有一個設計 就是你打開來 它可以變成就是桌上的鏡子 然後呢 這個你如果把它 要拉到嘴底下 它是會像披薩托盤一樣 可以把它拿來當就是 手持鏡 所以你可以就是 化妝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手持著 或者是呢 你可以倒吊起來 你只要加個掛鉤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 你的任何地方 然後呢 我那時候故意買這個 就是因為我發現說 我有個桌上鏡 可是我覺得它 其實有一點不夠 平常化妝會在這邊 可是如果想要看 我今天可能半身啊 以上的穿搭就看不到 所以呢 我打算要把這個鏡子啊 就黏在可能 我衣櫥內側這邊 所以我在換衣服的時候 可以很快看一下 今天穿搭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覺得應該對很多 很多人都有幫助 然後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有很多種顏色 黑的啊 粉紅色的啊 不同方形邊框 收邊邊框 什麼都有 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就去大廠裡面 看它有什麼樣子的造型 再來呢 這個是最老我開心的 這個是一個刺蝟的小卡片 通常我辦像抽獎的活動 就會寫個小卡片給你們 就謝謝你們參加我抽獎的活動 我在大廠看到這個 超可愛的刺蝟小卡片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買了 真的太可愛了 未來啊 如果你收到我寄給你的產品的話 我都會寫這個刺蝟小卡片給你 再來這一個呢 我相信應該是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理解說 為什麼我要買的 那就是一個窗簾桿 為什麼我買這個窗簾桿 那是因為我現在要做了一個 這個叫做Makrame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編織藝術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昨天晚上編的 因為我的房間想要走一個波西米亞風 所以我去買了繩子 然後想去編了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編織 就是掛式 因為它必須要掛在桿子上 所以我就去大創買了一個這個桿子 那這個桿子基本上 它是拿來就是掛窗簾的 所以你如果就是把這邊轉開的話 它其實可以從54公分延長到90公分 然後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它有一個彈性 所以你可以就是掛在你的牆壁上 然後你不需要用任何的掛鉤什麼的 它就可以固定在你的牆上 就是靠它的那個長度去卡在那個窗框的位置 然後完全不傷搶面的情況之下 掛上窗簾 但是被我拿來做手工藝 可是基本上呢 它的桿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有非常非常多尺寸 再來呢 買了這個 這個是可愛的小襪子 然後這個襪子還39塊錢而已 超級便宜的 然後呢 現在冬天真的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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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因為平常睡覺的時候不想要穿那個 像那種運動襪 哭得很緊 我想要穿像這樣鬆鬆人人的襪子睡覺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就買了 然後呢 我買了這個是有點鵝黃色 然後加上灰色的就是腳跟跟腳趾頭的位置 對 所以這次冬天呢 我還買了這個可愛的小襪子 再來呢 我買了 這個 這是一個 它是陶瓷的一個盆栽 然後呢 這個我本來想說可以拿來放刷具 或者是可能當就是 就是桌子旁邊的一個小小的垃圾桶 因為就是有些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些什麼化妝棉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小東西啊 或是剪指甲的時候 會有殘留一些什麼指甲 然後你懶得就是去廚房 或者是客廳把它倒掉 我就想說在房間 放一個小小小小的就是垃圾桶 然後我們就可以丟一些小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陶瓷的這種 盆栽的 器皿 接下來呢 我買了一個在大創 always缺貨的產品 然後 偷偷跟你們講 我是在 南港Citylink 樓上買的 這個是 那個 刷具清潔液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他們家的 這個刷具清潔液 長這個樣子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用過他們家的粉撲清潔液 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 想說 這個平常很難買的 到這大創的時候 就看到就趕快拿了 像平常我上妝很喜歡用 海綿啊 粉撲啊 等等的 所以呢我就 這次還有特別買 粉撲專用的 就是清潔液 所以我買了兩瓶 應該就這些東西了吧 我其實買了很多東西 可是因為有些東西已經放在 就是客廳啊 然後有點忘記說 是什麼時候買的了 這兩次去大創買的東西 我今天就是先累積起來跟你們分享 希望接下來幾個月就是 可以少拍點開箱 然後多省一點錢 欸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像這樣子的開箱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大拇指 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未來你們如果想要再看更多的開箱的話 就是你們如果想要推坑我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你們很喜歡看什麼保雅開箱什麼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去保雅一趟 因為我跟你們講 每次我只要去保雅 只是想要買可能一樣東西 像是我可能要買一個什麼洗衣袋之類的 我出來覺得也不值買一個洗衣袋 像這種藥妝店跟量販店 真的是個很萬惡的地方欸 好 anyways 反正在那邊 如果想要看的話 記得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照慣例囉 照慣例 我的Instagram這邊 是會等於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同時我Facebook 記得兩個平台都要follow 每個禮拜三跟每個禮拜天 八點在我的頻道 是會等於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紅色訂閱鍵 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按我旁邊這個泡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把我上支影片放在這邊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也還有這兩支可以看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